自己在家做酥的吊渣的绿豆酥 提前一天撑出200克的绿豆 给它泡一晚上软 放入冰箱备用 第二天 20克的白糖 我是比着网红博主们做的 如果我能做肯定做的比我好 再用90克的清水把白糖化开 放一旁备用 绿豆酥糕花了我一个多小时 用的是Plan Flour 我没有买新的 不大够了 所以我又加了一点自发粉 现在是早上六点 超出200克来 我把这两种面粉混到一块了 我这一阶段很忙 没来得及去华人超市买绿豆酥吃 只好自己做 称出50克的橄榄油 或植物油 放到200克的万能面粉里边 我还真是第一次做绿豆酥 一般我都是来买 再把事先化好的糖水也放进来 搅成一个面团 这个面团肯定很柔软 这就是绿豆酥的外皮 你别看我这么做还拍影片 其实我做的很一般 所以只要我能做的话 你肯定做的比我好多了 稍微揉几下 太软了 这个面团不错 里边加了油 感觉油乎乎的 饧面一个小时 做油酥 120克的面粉 50克的油 50克的油 55克 我还真是第一次做油酥 这种感觉太神奇了 希望它一定会是层层酥的绿豆酥饼 我以前在华人超市买的绿豆酥 都是咸口味的 今天做的是稍微超甜一点的 如果你喜欢吃糖 可以多放些 这个是微甜 也放到一旁 饧面 现在我烧了水要煮绿豆 我想起来了 我有盖子 因为我要蒸绿豆 我才发现原来盖子在这儿 把我们的绿豆拿出来蒸绿豆 夏天绿豆很好解暑 而且我喜欢吃绿豆糕 现在是早晨的七点半 泡了一晚上 来检查一下 很容易捏碎就泡成了 没错这样行 放到这个炉上来蒸 我用水壶烧了一锅开水 把我们的小龙壁放上来 绿豆 怎么也要蒸三四十分钟 这是又撑出来五十克的白糖 一会儿要放到绿豆酵里边 我们过来看一下绿豆煮的怎么样 有没有煮熟 轻轻捏碎就可以了 不错 有的都开花了煮的 关火 关火 让它焖一会儿 下面看看我们的面团 非常的柔软 稍微揉几下 已经醒了一个小时了 给它揉成长条状 觉得这个面板不够大 换一个大一点的 这就是我们绿豆酥的外皮 给它对折切 把它缩回去了 看来发的不错 切成16等分 给它搓成小面剂子 放到一旁备用 这是我们的油酥 这是我们的油酥 同样也是变成小面剂子 切成16等分 这个油酥的质地 非常的奇怪 一捏好像要碎了一样 所以它就做成绿豆酥 就能酥的掉渣 是把油酥包到面团里 然后拿出我的擀冰柱子来 让它光滑的一秒朝下 这个太好擀了 擀成长条状 再给它卷起来 你如果有时间就再等一会儿 这个放到这个面板上 然后在这放着就是了 准备做这个的时候 就把绿豆打开放凉 一会给它打碎 我看有的人做的也不打碎 我今天打算给它弄成碎一点的 再来做一个 面皮 油酥 可爱的小剂子就做好了 等着包馅 绿豆 绿豆放了差不多二十分钟以后 我给它放到搅拌机里 那刚才已经凉出来到五十克白糖 说这样是微甜 你喜欢吃甜再加点 我觉得这些对我来说就够了 打的不是很细 这时候烤三个预热 是gas fire 375度烤二十分钟 我把绿豆拿了出来 我发现也不是很细 我还是用这个专门打碎机打的 可能打的不对 这样就行了吧 我给它做成十六小等份 差不多就行 没有凉 把它这四个角对到中心 用干饼竹子擀一下 我们就把绿豆塞进来 皮子很软非常好擀 也不用非常圆 我就能感觉出来它有好多层 这样就行了 最后一步点上红芯 真好看 好 忘了给它稍微按一下 漂亮 准备入炉烤了 现在放进去烤箱 烤二十分钟 好好的我们来尝一个 绿豆酥饼来尝一下怎么样 好看 真的就是酥的掉渣 来尝一口 来尝一口